旧銀座商店街 依然人還是蠻少的 是一個車站是不是 就是旧青頂車的車站 右邊的那個嗎 這是醬 它從在上面有醬 然後這是哪一個 好貴 你說這個嗎 對啊 你說這一個嗎 就是 它是醬一套啦 對啊 可是裡面不想 好貴喔 這是一套二三二二 算了 什麼頂級的咖哩 吃不起吃不起 好可憐 可憐 好便宜喔 它那個 最好吃的在那個 原宿 這感覺好好吃喔 這感覺好好吃喔 固釘 欸其實我有點想要吃固釘 固釘 有巴 這個狀 不是吧 有雪耶 你知道嗎 我這樣只要一看到雪就很興奮 真的 這裡這裡這裡 是雪 明明就是一個四月 然後看到雪很酷耶 超明書封的 對啊 這是地毯吧 輸入高級家具 在這邊買家具也是頗怪的 對 它冬季都封鎖耶 等一下 冬天是清景澤被排擠 還是要十支教堂比較厲害的感覺 沒有什麼的感覺 沒有什麼的感覺 我決定把影片名稱叫做 我們包夏的清景澤 有點狂 這個花怎麼了 這個花怎麼了 就是這家店 我也不知道是怎樣 反正好像很多人買 反正總言之 我沒有買高遠牛肉 我買了什麼抹茶 就是這個花 就是這個花 春天限定 不怎麼好吃 我會看那個沒有提示 它是兩種啦 上面是 對 買這就是因為我一個 一個覺得 來這邊都 沒有不知道吃什麼 所以就買一下 這個Telephone 它是真的耶 我現在有個困擾耶 這個沒有地方丟 好煩喔 不行喔 所以我們現在到底在哪裡 我們還要過去呢 我們在榆樹小鎮 然後我們為了找此之教堂 騎了腳踏車 還騎過頭 真的是花半輩子的名 看一下爬上來的人 真的奉勸大家 絕對 不要 騎 不是 電動車的 車子 來這種地方 這真的是在折騰 整個已經沒有力氣了 然後各位觀眾朋友 這個就是所謂的石之教堂 可以告訴我一下這是什麼概念嗎 我們騎了 看一下時間 3點37分 日本時間 然後我們大概2點就可以騎了吧 然後水沒了 等一下我先拔這個腳踏車 好我們繞的什麼順路 順路從哪裡 從這裡是不是 好 看來看一堆石頭 有啦它還蠻酷的啦 真的很酷 只是真的太累了 真的 大家請坐新野溫泉的街坡車 雖然一天好像只有兩班 但是真的不要想不開 雖然很漂亮 你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山 還有積雪 可是真的很累 然後大家請相信Google Map 不要相信前面的人 前面的人會亂騎 然後帶你去一個不知道是哪裡 不會的地方 紀念館 給大家看一下 什麼 內村 內村建山的紀念館 然後 教堂裡面不能拍照 是 但是還真的還蠻漂亮的 巫蘇那個聖母院 法國巴黎的那個 下雨了 iPhone防水 但我的頭部防水 我們騎腳踏車 然後 我們很辛苦的來到這裡 看完了教堂 但現在下雨 但我們要怎麼辦 問號 乘以300萬 好啦多看一眼 教堂 todaloo 石頭石頭石頭 木頭 到底是什麼瘋掉的youtuber 會在那邊說石頭石頭跟木頭 這東西還蠻好吃的 嗯 還有免費的咖啡跟茶 我們成功了 我要許多了 對 我們成功的 騎去星野又騎回來 換車在5點之前 對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 那個 清景澤的網址 Outlet 吃晚餐 這裡是 Outlet 好神秘 好大 可是這個 這個樓梯 為什麼還要繞一圈回去 這台 這台 那幹嘛 介紹一下 吃完炒飯 兩百多塊台幣 現在是會貴的這樣 但是還蠻好吃的啊 吃熱吃熱 對 還不錯吃 下雨好煩喔 這個棚子好好笑喔 我們現在要 穿越這些名牌的區域 反正也買不起 對 有人在 幹嘛 好浪漫喔 我的天啊 等下他們不怕感冒嗎 說真的 現在時間是 晚上的6點 5時 還沒有54分 不知道幾分 然後 喔49分 然後 我們要做 新幹線回去 上野 然後 想說去看個 骷髏 然後 走走 真的好累喔 睡死 很冷 對啊 很累又很冷 然後又 凹累又沒什麼東西 對 超難過 完全 這也是上野的JR車站裡面的複合式商場 不會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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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 我上次有來過 喔那邊UNIQLO 所以可以先去那邊看 YA 它好大喔 怎麼好大 是這一站呢 對啊 這邊超 超多東西 可是 它 我那時候 來的時候好像跑到8點 還幾 8點半 9點 然後就關通了 是喔 對啊 我想說要逛阿美橫頂 喔你可以去 阿美橫頂在那一條 然後 好多人喔 欸是這一條嗎 好有趣喔 喔那邊 超多吃的 然後這邊也很多 我覺得是一個很神面 我們現在要去一個百貨公司之類的 但是 居然要付錢才可以進來 你知道有什麼概念 好美喔 詭異的地方 天花 為什麼大家都聚集在這一朵 因為只有這個比較明顯 只有這裡有嗎 太慘了吧 整個上野公園這麼大 難道只有這一朵 太誇張了吧 這現在到底在 在做櫻瓜在哪的啊 就是看到一個人非常眉弱 這樂色 這樣比較亮 那其實我覺得 居酒屋很舒服 就是那種串燒 然後一點點 然後可是我覺得 又還是蠻貴的 還是想去 想吃個放晴 從來沒有吃過 對啊 甜弄欸 staging 甜弄 這是 有趣 超 cope 好 你知道嗎